经常头晕是怎么回事?女性 主文医生特药专家乔树珍 陕西省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人医师 这个女性经常头晕 在临床中头晕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你比如说有神经元性的 还有耳元性的 还有颈元性的 还有心元性的等等 除了这些呢 还会有这个 比如说失眠呀 焦虑抑郁的病人 她也会出现这种头晕 那么女性为什么多见这种头晕呢? 女性呢 她是与她的生理特点有关系的 比如说月经前后啊 或者月经期啊 还有更年期啊 还有孕期产后啊 她这个情况呢 她都会出现一个 这个情绪的一个波动 伴有这个焦虑呀 或者抑郁呀 还有一些睡眠障碍的 那么这些因素呢 她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头昏 所以好多病人呢 她总是怀疑是缺血呀 这些因素 做了很多检查呢 但实际上都是好的 那么从改善这个情绪和睡眠 这个治疗了以后呢 她这个头昏呢 就能够改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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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